好 最近七月一壽陸續公布喔 我們真的要密切的注意 就像昨天喔 連朱老師都說 現在看線型要搭配基本面 那現在看基本面也要搭配一些指標喔 我們要多幾套功夫 在逆風的時候比較保險跟安全 所以黃金右下角喔 是 之前其實你比較常講的 就是基本面搭上法人的買盤 今天要多一個 今天要再教我們指標對不對 要把黃金淬煉到更純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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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選出來的股票才能更避風 對 我們下來看一下 7月份營收的一個部分 那到今天早上為止 我看一下目前7月份營收 已經公告出來加速有576家 那麼其中呢 衰退的是159家 成長了417家 還不錯喔 對 而且其中呢有27家是營收創新高 好 在7月創新高也不容易了 對 所以我這邊才講說 這個7月份的營收表現是 五不窮六不絕 然後7月不上吊的一個表現 OK 單單從7月份 以目前所公告出來的一個 結果來看的話 我給7月份營收 給它70分的一個高分 好 70分是高分啊 因為還有 還有1000多家的 還沒有公告嘛 我要給70分 普 然後高分 如果後面的1000家 能夠有出現就是 更讓我這樣意外的話 那可能會再加分 我再加10分 明天有台積電啊 我再加20分 對啊 台積電一加就加20分 對不對 OK 好 那麼剛提到 這陣子呢 融資 是造成這個市場上面 動盪的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我特別看一下 在這一次集中市場 融資余額的高峰是 3404億 那麼到融資余額的一個低 這個所謂的一個低股的時候 是29202億到昨天為止 所以融資的減幅大概是14.45% 好 那麼加權指數呢 從最高點24416 到這波拉回修正最低點19662 來看的話 加權指數的跌幅是最大來到19.47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這個融資的這個減幅 沒有跟上加權指數的跌幅 那是不是還會再殺 我跟各位報告 實務上不會這樣 實務上不會這樣 不會 實務上應該是 當加權指數呢 它在這邊反彈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融資會持續減 可能不是馬上 它可能不是同步的跟上 它可能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融資再減 可能減幅就會慢慢慢慢跟上 這個加權指數的一個跌幅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要因為 說什麼融資減幅 沒有跟上指數跌幅 然後覺得很恐慌 我覺得不用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策略 如果說想要去進行所謂的 跌升反彈 強反彈的話 要去怎麼選股 大概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剛提到的 這個黃金交叉KD指標 因為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個股 都跌得蠻深的 很多個股的指標 在相對抵擋 再來提到融資減肥的部分 這些已經跌升的個股 必須要搭配到融資減肥 這樣才會跳得起來 融資減肥完之後 最好它的籌碼是 跑到了法人的手上 再來就是剛提到的 7月份的營收 包括像第二季的財報 或者半年報 如果有一些好消息的 那麼這個加加起來 就比較有機會出現 所謂的跌升反彈裡面的黃金 右下角的股票 你看這是條件要這麼多 才能出現這個動作 對 好 那什麼叫做KD指標的黃金交叉 我們這邊簡單的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KD指標又叫做這個隨機指標 它是有兩條線來做組成 一個叫做K 一個叫做D K叫做驅動 D指叫驅向 基本上驅動會比驅向來得還要快一點點 來得快 可是呢 在KD這個使用上來講 有些人會就特別去用這個所謂的 80以上交叉 叫做死亡交叉 這時候去做賣出 然後呢 20以下交叉 這邊去做買進 我個人認為 我認為這個說法必須要有個前提 什麼前提 就是說這個個股 不能夠會出現這種長空的一個現行 如果是一個空頭走勢的個股 可能就比較不適用 對 它可能反彈到50 根本彈不到80 它就下來 所以並不是說KD不好用 而是說它在使用上 它有它的一個條件上面的一個限制 OK 那我們就來舉一檔 這個叫做國泰金 可以發現到 它在過去 你看到它在這個上升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沒有 它在這個KD K值往上交叉 低值的時候 基本上呢 它要出現紅K 那這才叫做所謂的有效的交叉 那如果說是在相對高檔 K值往下跌破低值 同時出現收黑K 那這時候很容易就會出現所謂的死亡交叉 那它就會出現一個往下去做修正的一種走勢 那目前呢 國泰金 它的一個KD指標 已經接近到相對低檔 而且呢 在最近有看到國泰金 它的股價 有出現抗跌的一個現象 而且呢 這兩天都有出現收紅K的表現 所以我個人認為 它現在呢 國泰金 因為它的整個的季線 還在往上 所以它其實趨勢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這個KD指標 要回到相對低檔 這個時候可能就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剛剛這個四個條件裡面呢 除了KD之外 有一些 例如說像7月份營收 我們要去挑成長的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剛剛這個四個條件裡面呢 除了KD之外 有一些 例如說像7月份營收 我們要去挑成長的 而且是要挑年月雙生的 再來 容積要減肥至少要大於1000張 然後法人最近這三天呢 有出現買超大於500張 然後KD指標畫面較差 那同時滿足這些條件 就大概是現在這張表格 一泉萬潤 威剛巨響 原鋼 加倍幾萬九 創圍跟華汛 還蠻都是活潑的東西 對 而且是一些中小型股居多 對啊 那麼在今天大盤大跌超過400點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個股真的 我發現他們真的相對的抗跌 非常抗跌一點 甚至還有收紅的表現 對 所以表示呢 在這個籌碼面的優勢 還有基礎指標的優勢 跟基本面的優勢 基本上他們都會有發揮這種所謂的一個 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防禦性 是 OK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從這裡面呢 幫大家來看看 到底有哪一些的標的 可以值得去做個留意 好 第一檔是6233的一個旺九 可是這個線圖也是有點 怎麼講不好看 它是有點這個 盤了比較久 盤了比較久一點點 但關鍵就是說 它7月份營收 月增年增 年增41.4% 甚至累積1到7月份的營收 也是呈現成長的一個情況 那重點是說 它的這個 這個散熱風扇馬達 這個IC 成功打進這個資料中心 我最近散熱是真的比較 流年不利啦 以前看到散熱就 哦 不要鼓了 我覺得應該是說 在過去的散熱族群 大家Focus在液冷 液冷散熱 那這個GP200的這個部分 因為可能大家會回頭去看 這個所謂的這個氣冷的部分 所以氣冷相關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留意 好 那重點就是說 第二季EPS 轉虧為盈 好 轉虧為盈 市場上面對轉虧為盈 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是 對 如果大多頭它就早就漲了 對 我覺得下半年搞不好會更好 所以現在的股價跌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先 特別做留意一下 好 重點是 在後面這波下跌過程當中 你看融資是大減的 持續的減肥 可是呢 外資 卻在這邊 尤其是最後這兩天 是出現 進場去做買進的動作 所以其實這個很明顯 可以觀察到 就是 純馬呢 從這個融資的手上 換到外資的手上 而同樣的紀錄指標 已經在相對的一個低檔 出現這個往上交叉的一個情況 而且這邊有收紅K 所以我認為說25塊這個部分呢 應該 應該是短線上面 可能不太會跌破 這個是在旺久的部分 另外一檔也是最近 很久沒聽到它的消息 以前就是USB嘛 3.0變4.0的時候 紅過一段時間 對 好 好 那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到 它營收的表現 在最近這四個月 是連續四個月 的一個什麼 年成長的一個表現 在整個大家比較說的 傳統淡季 它都能夠出現這個 連續四個月的一個年增 表示它在這個基本面上 一定有一些質變 那特別觀察到它的這個 USB的控制IC 目前積極催入 這個車用的Type-C 現在的一個車子 基本上不要說 只有這個駕駛座跟前座 有Type-C的那個充電插口 現在很多比較好的車子 連後座都有這個 USB的充電插座 所以這可能會是未來 不管是智慧車 或是一般的車子的一些 所謂的標配 那基本上打入車廠之後 未來的一個營運 基本上就有機會 持續的往上 那七月份營收 也是出現月增跟年增 而且年增百分之二十九點一 那累計前七月的營收 也是年增百分之十八點三 所以基本上 它的一個營收的一個表現上 來講的確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麼再來一樣 它在後面這三根下跌 是殺什麼 就是殺融資 那融資殺完誰進場成接 外資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是融資把籌碼 放到外資的手上 那同樣的呢 技術指標現在也在低檔 也在低檔了 所以實際要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所以像智檔個股 就是籌碼面 技術面 跟基本面 都相對不錯的一檔個股 它已經洗到那時候 就是科技股 疫情紅利之前的價位了 是沒有錯 這個是6104的一個創委 是 好 再來我們看完了7F營收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半年報 好半年報也是陸續公佈中 對好 那半年報我們是特別去挑就是 上半年累積PS成長的 OK 同樣的融資要減肥 要減少 然後法蘭要在這邊基金檔做買超 OK 而且最好只有雙位數成長的會比較好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總共挑出來幾檔呢 有華泰波羅威萬倫加比奇跟艾普 那其實除了這個華泰今天表現比較差一點之外 基本上其他四檔都是屬於逆勢跟抗疊的一個表現 反應半年報的利多 對 融資這邊減少了蠻多的 那有些法蘭也是才持續去做一個買超動作 OK 像這樣子的一個個股 我覺得或許它今天沒有大漲 但是等到大盤回穩 大家開始回歸到所謂的基本面的一個思維上來講 他們就容易會被人家看到 是 那我們一樣挑兩檔跟大家來去做分享 第一檔就是6187的萬倫 那它的一個股價呢 就是真的所謂的ABC拉回 ABC拉回 然後這一波可以發現到 7月份營收創新高 就剛剛的27檔裡面的其中一檔 萬倫應該好像連續好幾個月都不錯 沒錯 連續五個月的改寫單月新高 連續五個月 沒記錯 月增跟年紀性好 年增471.46% 累計前七月份 那當然一樣是寫新高 那甚至上半年的這個半年報出來的一個數字也很好看 第二季的EPS3.23元 也是創下了歷年的同期的一個新高 OK 那法蘭預估在接下來COAS設備的一個出貨 持續的一個交跡 可能下半年營收還會再往上走高 是 所以這一波其實 他說真的 我個人覺得沒有跌的太多 比大盤可能還強一點點 對 而且都走在季線附近 是 OK 那尤其是看到剛提到在這個融資的部分 最近這五天殺了可凶的 退場很多 退場很多 可是呢 投信 就在這個時候呢 進場去做個低接 是 那同樣的紀錄指標也已經在低檔 ready了 好 所以是要準備翻牆向上 這個投信看起來比較像主動式的 對 主動 對 主動式基金 機會比較高 對沒錯 這個是6187的一個萬潤 好 再來6197的加幣期 這也是盤很久 對 其實連接器的7月份的一個表現 其實都還蠻不錯 好 那我是舉加幣期為例 那7月份營收呢 月增7.6 年增很高 56.9% OK 那同樣的呢 他也是打入這個所謂的 A安相關的一個這個供應鏈 上半年EPS4.59元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那股價降跌就有點 比較沒有道理 那融資的部分 在這邊去做一個減肥的動作 那外資在這邊 零星性的去做一個承接 那8月6號公告 他要發一個無擔保的可轉換公司站 是 OK 所以其實這邊有點像低檔發債的一個味道 是 那紀錄指標的低檔 也有出現類似黃金交叉的表現 這邊還有一個跳過缺孔 所以像這種個股都是符合 純碼面 然後基本面 或者是基礎面 都有機會出現反彈的一個標的 好 因為前一陣子有點叫做無差別的下沙 對不對 但是下沙過來到現在 我也覺得已經可以開始看一些 這種有點叫做面面俱到的股票 是 以前我們在券商就是 要打那個強力籃球 強力籃球 就是你多頭的時候 你要給老闆報告出好的標的 空頭的時候 你要給老闆報告好的標的 不然老闆會說 我花錢進來幹嘛 好好 這就是理財達人秀的達人厲害的地方 沒錯 好這邊非常謝謝薇泰 謝謝趙華